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个多月以后我回家 我爸妈就指着我对狗说 拜拜 叫哥哥 而且呢 我妈有了狗还不知足 经常抱着那狗 哎哟 你说说 这要是抱着孙子孙女该多好啊 我说正好呗 来 拜拜 叫爸爸 而且呢 后来开始悲孕了 但是我爸不知道 我爸就直接跟我说 儿子 你是不是身体有点问题啊 我看电视上说 在咱这个地区啊 每两个男人就有一个不孕不育 而且我又不是 我说爸 我现在正在悲孕 要接言接酒 每天跑两圈 要跑六个月 我爸说傻儿子 那你倒是努努力啊 你每天跑四圈 三个月不就行了 悲孕呢 我媳妇也准备好了 但是我有点拖延 直到看到了一篇文章 上面说 有95%以上的女性 生育完以后会忽略伴侣 我对自己说 那还等什么呢 开玩笑 开玩笑啊 我有时候也很爱我的媳妇 真的有时候 然后现在好多时候也都是我在家带闺女 什么东西都给她买好的 喝的就是蓝河绵羊奶 喜欢这个是吗 全羊乳配方 还有什么奶粉比她更好 我媳妇说 这个绵羊奶挺好的 毛多 孩子长大了不秃头 我说那可拉倒吧 那喝骆驼奶的孩子以后也不能驼背啊 现在其实带孩子真的太难了 就是给小孩喂饭那个勺子 比二勺大不了多少 一次喂半勺一次喂半勺 然后喂第三口拿出来 他把勺子给你买上了 一顿饭吃起来是吞吞吐吐 并且有时候呢 还经常哭闹 然后网上说 只要你比孩子哭得更大声就好了 可问题就是 有时候他能止住哭 我止不住 而且孩子哭嘛 其实也是有好处的 就是我有个邻居 他养了只狗 然后也不拴绳 那个狗见着人就哭 所以我媳妇怀孕那段时间 我跟他出去散步 都是我先出去 把狗引开 我还挺生气的 有时候我就跟我媳妇抱怨 说不知道谁养的这个狗 真没素质 这时候有个大哥 一米九多 闻着身 光着膀子 戴着大金链子说 我帮我妈养的 怎么着 我那个火一下子就上来了 我说 我这辈子 最敬重孝敬父母的人了 之前那只狗还到处大小便 邻居们的意见都很大 但是都敬重那个大哥 孝敬父母 直到有了我闺女以后 夜里基本上是隔一着 哭一着 那个声音吧 控制在吵不醒人 但能吵死狗的程度 才一个周的时间 我就看见那只白狗 生生被我闺女 哭成了黑眼圈 现在其实我最大的担心 就是以后怎么跟我闺女沟通 我大学是学机械的 我觉得我们功课男生吧 特别不擅长表达感情 就是我大学时期的社长 当时给他那个女朋友 表白的礼物 是自己花一个星期 用一次性筷子 做的诸葛连毒 你们知道什么是诸葛连毒吗 就弄射射箭那种玩意儿 而且他不好好表白 躲在暗处 上人家一线 人家那个女生 捂着胳膊 她就走过去 你就说牛叉不牛叉 谢谢大家我是梦川 大家好我是梦川 今天的主题是 不就是钱吗 我觉得其实钱 没有那么重要 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就是 不就是钱吗 我慢慢还呗 我小时候家里特别穷 小时候我爸好不容易 带我去旅游一次 去了我们山东一个 特别著名的景点 叫孔庙 你们知道吗 之所以去那个地方 是因为那个地方 会被论语免门票 我就在家被安着 背了一个月论语 去了之后人家说 一米二以下免票 我当时觉得血亏 我说爸咱都省了 这门票钱了 你给我买点好吃的呗 我爸说不能吃太好 吃太好找高了 别出去不免票了 当然我爸还是爱我的 我被狗咬了 我爸赶紧去带我 打那个狂犬疫苗 医生说这个针挺贵 一千块钱一针 我爸说没事 打 医生说要打四针 我爸说 那他有多大概率 得不上狂犬病啊 所以打小我就清晰地知道 自己的身价在 一千到四千之间 家俗的遗传 让我特别能省钱 大学毕业之后 我就去北漂了 去之前订了个房子 中介说这个位置挺好的 离地铁挺近的 我去了一看 离地铁挺近的 离地铁站挺远的 而且那个厨房也漏水 做什么菜都有汤 最最受不了的是 那个隔音真的太差了 有时候我对象矫情 非得听个睡前故事 我好不容易讲故事 哄他睡着了 就听见隔壁大哥问 然后呢 好笑 好笑 省钱嘛 其实很容易的 能吃苦就行了 但是挣钱太难了 那个时候 我还是机械工程师 有一次由于我的图纸错误 公司损失了 大约四万块钱 但是我们公司还挺好的 也没有开除我 先让我把钱还上 后来听说 因为我出色的 犯错隐蔽能力 我们领导 想推荐我到 对手厂子里工作 那一刻我才清晰地知道 垃圾就是放错了 位置的资源 没有一百五十 不要急 不要急 太难了吧 想通过工作挣钱 真的太难了 如果说工作是水 那些精英们就是深海鱼 在水里活得自由自在的 又扛鸭 我就吃只鸭子 我只擅长滑水 而且老板给花的大饼 特别不好使 鸭子不吃饼 还容易被饼卷起来吃了 我和我对象 干过最挣钱的事 就是结婚 毕竟能挣好多分子钱 我其实以为我这种人 是没什么朋友的 直到结婚的时候 突然小鸭来了 好多 而且我亲戚特别多 我有七个爷爷 六个老爷 被狗咬那一次 我十几个表哥 去那个互动口 堵那条狗 给我报仇 那年我九岁 我大哥四十五 我侄子二十二 本来这种小破事 没想麻烦我大哥 但是我大哥 就怕我侄子冲动 我侄子还是冲动了 对着那狗 上去就要 以后对我说客气 是这样 然后那个狗一回头 十几个表哥 就开始撕散而逃 九岁的我 根本不可能跑过那个狗 但是幸好 还能跑过我大哥 我一结婚 这些哥哥们都来了 我们那的风俗呢 就是要给长辈磕头 才能领红包的 我特别烦这个环节 磕了第一个头 一摸那个红包厚度 这活能结 真的是脑门一响 黄金万两 磕了二十来分钟 我媳妇说 哎哟不行了 腰太疼了 我说媳妇加油啊 今天正去把咱房子 首付磕出来 到了四十几分钟 我也扛不住了 眼睛都冒金星了 这时候脑子里就想起了 高考时候 好多励志的标语 我就给我媳妇打气 我说媳妇 买房这个事 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咱们停下了 可咱们的对手还在磕 这个时候了 一定要马上进 只要磕不死 就往死里磕 现在和我的朋友们聊起来 说我们家那个房子 都是我们俩一个头一个头 磕出来的 他们就说 啊 你们俩以前是乞丐吗 谢谢大家 我是沐川 大家好我是沐川 三分之一太难了 你们也知道是 这个赛制是我主动选择的诚哥的 我是赌他没有关于婚姻的更多素材了 直到热搜出来的那一刻 我就知道一败涂地 其实我就在想 那婚姻这个事劲那么大 我接点什么劲更大的段子呢 想了想 只有我小时候 我爸打我的时候劲特别大 所以聊了我小时候 小时候我爸真的管得我特别严 看完电视还要给电视降温 在上面放好多冰袋 我爸散布回来 一抹电视 然后那扎手 后来呢 听说酒精是可以降温的 就在电视上面抹上一层酒 有一次我爸回来早了 就看见我端着半茶碗子酒 但是那时候小啊 你也不知道偷看电视被揍得厉害 还是喝酒被揍得厉害 我爸就说 你干啥呢 我说啊 我最近学习压力有点大 我想喝点 后来呢 还再改进方法 就是我们家是住平房的 我就把门口那个下水道 井盖子弄松了一点 我爸经过那咯咚一下 我就知道我爸要回来了 直到有一天听到的不是咯咚 而是噗通 我就知道我爸一时半会回不来了 那天特别的嚣张 躺在沙发上看电视 看了三个多小时 最后还是我忍不住 找人把他捞上来的 有时候为了看电视呢 甚至得装病 想让那个额头去热一点 就把头放到暖气片上 南方观众知道什么是暖气片吗 然后就把头上烫了两溜 大炮 但是还好又能请假看电视了嘛 然后还没好利索 就被我爸哄着去上学 有的同学就好心提醒我 说这个二郎神啊 是额头上有个眼 不是额头上有个二 还有的同学呢 老想按我头上的泡泡 说按泡泡特别解压 最亲烈的是我们班长 我们班长说 你怎么这样啊 咱们老师都强调了多少次了 不让汤头 后来换了一种方法 就是叫做摩擦生热 就是拿着那个温度计 快速地在隔着窝摩擦 有一次装病的时间有点久了 我爸又给我测体温 就说 哎 儿子 你这隔着窝里 怎么那么多老茧子呀 这玩意儿都太邪性了 邪门 我爸是教体育的 每次我们老师说 体育老师生病了 所有人都看向我 说你爸能不能争气点 我就告诉他们 我说我爸掉下水道里 玩脚了 他们说有点威胁 成者好像还好 有点散 然后看家长会的时候 特别方便 我爸开完家长会 回来就要揍我 说哎呀 气死我了 气死我了 真丢人 我说爸 我丢了人 你生那么大气干啥呢 我爸说是我丢人 我说那你丢了人 凭什么揍我 然后有时候我爸就说 那你能不能争争气 去考个第一 我就告诉他 那你能不能争争气 抢一件政客 有时候我爸有事 就会麻烦我英语老师 送我回家 我们英语老师人挺好 就是嘴挺碎 一路上不停地问 自行车用英语怎么说 卡车用英语怎么说 去你家的路用英语怎么说 然后我们就迷路了 但是还好 当时我也考上了 我们那的重点高中 就是特别侥幸 因为那年的英语作文 问题是交通 但是跟不上嘛 我爸就说 你要不要去学一下美术 试试转特长生 当时我就试了 但是你知道 我们当时那个美术班 特别地散漫 就是唯一全情一次 还是听说班里要画人体 那天班里应到38人 10到43人 然后就看一个大爷 哆哆嗦嗦走出来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 就是大爷是80块钱 女模特是180 然后当时班长当机立断 发起了一次众筹 出来了180 请来了女模特 然后我们就看见了 大爷的老伴 这个太好笑了 大爷的老伴 那时候就特别 怕听见我爸说 听说你最近 跟小兵走得挺近 这是你这个年纪 该干的事吗 让你妈知道 非得揍死你 现在大了 反正怕哪天 我去跟我爸说 听说你跟王阿姨 走得挺近 这是你这个年纪 该干的事吗 让我妈知道 揍死你 我爸会跟我说 别胡闹 那以后可能是你妈 谢谢大家 大伙伴们出来